喜欢攀登嘉明湖的登山客 以年轻族群居多 因为高山美景的吸引 许多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仍不忘将嘉明湖排入此生 必法秘境之列 但因为台东路远行车耗时 许多人因此连夜赶车 一路沙到向阳 紧接着一大早就上山 因为休息不足 体能无法适应高山环境 高山正就此找上门 而断送了许多宝贵的生命 你是向导 是领队 领队 没问题下一次 下一次天气好一点再来 这生命有零下六度 零下到九度十度 没问题下一次等春天 春天夏天再来 夏天没有碰到台风再来 我们119指挥中心 是在昨天晚上 就是在今天凌晨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 接获工作站 他的报案 他表示有一个学生 在第二避难山屋 有高山正的现象 那请求我们先行上山 来救援 所以当时他是自己还可以走路或者是 他在第二避难山屋 他的状况是 说 是疑似高山症 可是他第二避难山屋那边 他有高压痒 给他吸了以后 他状况是比较好转 所以说他 昨天晚上他是在那边休息 到早上7点的时候 他们就由他的学生 四个陪他往下送 他状况就比较越来越好 我们的氧气根本用一瓶了 不只吧 不是小瓶 然后背呢 钱是其次 但是背很重 全程只有头痛 最后是义士模糊 你有到义士模糊 不能说义士模糊 就眼前漆黑 就是什么痛苦 然后吸 那个小瓶的氧气罐 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就可以继续走了 就可以继续走了 就等于是已经恢复了 但是你吸完就是等于是往下了嘛 就超过 吸那一瓶差不多就向下了 1500 所以你们是赶车上来 然后 没有休息就上去 对对对 这样的温度的环境 有没有你所想像的 你感受的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 惨 对 重点就是要睡宝 拜托 另外一队的 我们是另外一团的 你看 我们在照风景啦 没事没事 你们有走到嘉明湖吗 有 有喔 漂亮喔 漂亮喔 也不一定耶 哇 这一次我们很幸运 上嘉明湖的时候 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上去呢 第一天风病不大 然后呢 我们呢 上去第一天就攻顶 到嘉明湖 宾南山屋了 那里风景非常的好 然后休整一夜以后呢 就到嘉明湖去 然后那一天呢 风有点大 但是 那个风景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第二天我们从嘉明湖回来的时候呢 回城的时候 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就开始下小雪了 应该也称为小雪啦 因为我们很难得看到雪 所以我们就在欢呼啦 好高兴啦 对 然后到晚上呢 就很冷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就到负六度C了 这是这个季节来比较难受的地方 因为可能大家在网路上的脸书看到的 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优美的风景 嘉明湖很漂亮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段路 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你只要事先体能 没有训练的话 那上去的话 你体能状况没有办法应付 随之而来就是那些身体不舒服的高三痰 那装备不要讲 装备可能 很多人啦 现在在脸书上看到很多人就是 逛登山用品设的时间 比登山的时间多 装备不错 但是体能完全没有训练 也没有准备 把嘉明湖当作澄清 这个是 这个是很错误的想法 我们高三症 其实就是分作 极性的高三症 然后高三的肺水肿 高三的脑水肿 那一般人 如果登高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有高三痰 其实跟 有些人说 你体质 体质就是不适合 那边其实不是这样 跟年龄 跟体质 或者是你登山经验 都没有 都不相关 倒是跟你上山前的 身体状况有关系 比如说你感冒了 在山下就稍微感冒了 或者是说 在山下已经熬夜上班之类加班累的话 上山就特别容易有高三痰 最重要的大家还是 上山 自己的装备 自己的体能 一定要准备的充足 那在大山上面 没有所谓的夏天冬天 在大超过3000公尺 一样的高山 就只有冷跟很冷的差别而已 所以没有想象说 夏天夏天 我就再轻边一点 薄一点 没有这回事 其实装备都是一样 只是冬天 你可能还要再携带冰爪 携带冰服 保暖的衣服 又要多一点 就是这样的差别